各位健康賣的觀眾大家好 明明經常做運動 餐餐節食 但是都是這麼多肉 減不到肥 不要緊 今天教大家一個 梳干化魚燒脂刺 不用10元就可以減到肥 不說那麼多 馬上開始 讓我們看看材料 首先我們有山楂、田七、玫瑰花和菊花 四樣材料 首先看看山楂 山楂可以消脂化制 可以幫助消脂 和改善長度的功能 田七可以活血化魚 令到我們體內的血液循環增加 同時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排走一些 積聚了很久的淡和濕氣 第三樣是玫瑰花 玫瑰花性質比較溫和 有一種疏乾和解食物油膩的作用 最後就有菊花 菊花有清乾的作用 幫助身體排走一些積聚 很久的淡和濕氣這些病理的產物 我們就可以把這四味的藥材 加上平時一起去沖茶喝 就有一種疏乾解屈化與燒脂的作用 適合一些 平時很忙 壓力很大 同時又想注意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又很想控制自己體重的健康人士 好 現在我們用水洗一下材料 首先洗一下山楂 再加上甜漆 我們主要是沖酒表面的髒東西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就加三碗水 先放在鍋裡 然後我們就會把剛才洗乾淨的材料 放進去 然後煮半小時 首先有山楂 洗好的甜漆 煮半小時就可以了 平時經常說肥人是屬於一種 有種唏噓兼夾痰濕的體質 即是容易累奶奶 動一下就出汗 很喜歡吃凍食 吃完凍食又容易胃脹或肚餓 大便多數都會不成形 痰濕很多時都是由一個不良的飲食習慣引起 我們吃得多、飲得多 令到脾胃功能下降 很多時濕氣就會滯留在身體內 造成痰濕、氣滯、血瘀的體質 肉看上去就會鬆泡泡 甚至看上去很肥 所以如果享受最好的方法 都是調整我們的脾胃功能 由飲食著手去減肥 煮到剩下一碗水就可以收火了 然後我們放剛才洗了的玫瑰花 還有菊花 這樣 焗10分鐘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些燒脂減肥的Superfood 我想介紹給大家 某一類的肥胖人士 痰濕在他們的體內會化熱 變成一些熱象 例如出現口腐、口肝、口臭 甚至便秘的症狀 這類人士可以適量吃一些清熱解毒的冬瓜 去幫助它清熱、去濕和減肥 另外亦都可以吃多少少海大鴨 缺明子、淮山這類的藥材 去幫助燒脂 如果嫌麻飯不想煮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地沖一杯塵皮玫瑰茶 去幫我們健脾化痰 解決肥胖或食制的問題 剛剛好就足夠10分鐘 這一杯梳干燒脂化魚茶 其實就適合我們一個星期喝兩至三次 但裡面因為有填漆、玫瑰花 這類活血的成分 所以我不建議女性在月經期間 或者有吃薄血藥的人士去喝 另外由於山渣也是比較酸性的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在有胃病的時候 或者有胃酸倒流的情況去喝 最後就要提提大家 肥仔、肥妹其實都是日積月累而造成的 草也要燒那麼久 沒理由減會很快 所以一定不要用傷身的方法去亂減肥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和大家分享多點中醫飲食的知識 下次再見